來我用Android的手機來示範給各位看 首先我先把拍照抓出來 因為你看他那個畫面轉不過來 那沒關係我就去拍照 但是盡可能不要有反光 你看我們因為燈光就在正上方 你這樣拍就會反光 有的會反光 那怎麼辦呢 我把它放 通常我會透過電腦因為有點斜斜的 這樣子我這樣子來拍 可以嗎 那我把它拍好之後 來咔嚓拍了一張 好拍了一張各位可以看一下 OK 照片變成這樣子 可是照片變成這樣子幾個動作 我建議各位先編輯一下 再 那個再分享到Keep 像比如說有人拍了中間太多不必要的東西 而且請不要拍變成T型的 你的名片不要拍成T型的 盡可能是正方型的 那舉型的感覺 舉型 那現在假設我這邊多了 我要怎麼採檢 你看有個編輯 這底下是編輯的圖案 來我放大一點給各位看清楚 有沒有底下是編輯 這個字 放大也模糊了 編輯的字樣 我去點它 好 那這裡有一個叫做裁切 裁剪 我就可以按裁剪 裁剪的時候 我當然就可以左右稍微這樣拉一下 有沒有 拉一下 拉進來 甚至呢 上面真的如果你覺得要求比較多 把這上面的細節都把它刪掉 不需要留太多 空白或者不是名片的東西 剪完了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 像這個Android是 像我的ASUS 它的剪裁完之後 這邊有個打勾勾 我就按打勾勾 欸 裁起來就變這樣子了 裁完之後按儲存 按儲存 它才會更新 來我按儲存 好 儲存完之後是不是就一張好好的名片了 雖然旁邊還有一點點東西 沒關係 不用剪的太 太仔細 然後底下就有一個 分享 你就按分享 然後分享到哪裡呢 分享到Google Keep 好 分享過去 然後按儲存就好 標題什麼都可以不用打沒關係 你就按儲存 儲存完之後 當然底下你就可以直接按檢視了 糟糕 來不及按跳掉了 沒關係 只要去把Google Keep叫出來 我的燈泡在這裡 Google Keep叫出來 那先看喔 你看這邊 這一張 旁邊右下角有一個這種 圖案 有沒有看到 這種圖案代表是 它的圖片 還沒上傳到Google 幫你做鎖影 要經過鎖影之後 你才能夠搜尋到你的文字 所以各位如果看你的這個名片 目前還是這樣子的話 代表你這張照片 還沒有上傳到Google雲端 那如果一旦上傳到Google雲端了之後 你就可以嘗試看看 它上面有的中文字 或是數字 或者英文 你來用這個關鍵字來做搜尋 像我這個名片是 台新銀行的 那我只想 糟糕 我台新的專員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耶 但是你記得台新吧 OK 你在筆記當中 就是Google Keep的筆記 搜尋的時候 上面搜尋的時候 你只要打台新 這張名片 就出來了 可以嗎 好 所以 我說 很多人名片做得 白白一樣 有的人做的是什麼 歷書 有的人寫的是楷書 你可以試試看 Google Keep的能耐 到底可不可以搜尋歷書 甚至草書到底可不可以 草書我看那個困難度太高了 但是呢 那個什麼 歷書啊 或者是什麼 細明體啊 等等 它到底搜尋的到搜尋的不到 你可以嘗試看看 把名片拍好 然後看它什麼時候上傳完 好不好 然後上傳完以後 你就可以搜尋了 OK 好 來請各位 Enjoy 再操作看看